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回到節目當中 今天為您請到的是歌手Tank Tank在24歲的時候出了一張專輯 叫《街頭霸王》 這專輯裡面的曲是全部是你自己寫的 那詞的話也有一些其中是你自己寫的詞 那麼我知道你在寫這些曲的時候 有很多其實從你自己的這個生活經驗裡面 抽取出來的靈感對不對 我們如果說我們來舉個例子 以這個《街頭霸王》這首來講 這裡面或者說這個從裡面這個MV來講 這裡面有這個所謂的四大魔王對不對 而且整個MV的風格看起來就像電動玩具一樣 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四大魔王是什麼 就是這四大魔王呢就是分成代舵 然後呢還有驕傲 還有瓶頸 然後還有一個是 呃 你的壓力嗎 壓力對 這四個魔王 那其實 呃 他的MV裡面就是在講 一些武打的片段過程呢 這個就是你的生活 然後呢還有很多工作上的 一些戰戰兢兢的一些事情 然後呢這些魔王呢就是你的壞習慣 那可能 最 最 最難打倒就是你的瓶頸 對就是鏡子裡面的你自己 因為 呃可能有時候自己會跨不過自己那一關 對啊還有很多很多事情 你沒有辦法進步你一直在原地踏步 那其實這支MV呢就是 呃 在講 很多人很多人的一些生活的過程 包括你自己的 包括我自己 然後 有一些武打的片段其實還蠻辛苦的 練那些武打 那時候 呃 導演在拍攝這支MV之前呢 他就會 他就想說 呃我希望在這支MV裡面有很多武打動作 但是他又不希望這些武打動作只是花拳秀腿 對然後呢 我們就特地了到香港 找那個 找一個武術指導 是原家班嗎 對就是原家班 然後呃 呃在那裡練習了四天 應該是四天 然後每天都練習個三四個小時 是很密集的那種 對對對 很密集的一些訓練 然後 過程很辛苦很累 然後 到了最後一天 我大概練習練到沒意思了 對 就是已經用意志力在練習 那真的太累 不過其實那些 呃原家班老師其實都還蠻專業的 呃對 然後 呃 學了這些以後 回去就拍攝這支MV 還蠻 蠻有那個成就感的 不過我覺得真的很難得欸 就是說你這個事業才剛起步 而且看起來真的前途變大好的時候 你還會自己記得說 好這個什麼傲慢啊 這個驕傲啊 瓶景啊這些都要 等於是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 對不對 提醒你的歌迷 我想在現在的這個 這種 娛樂文化來說 算是相當正面的一個訊息 喔 對 年輕人啊 其實有時候 在生活上面 有些年輕人都會 比較偏向於自己的路 然後走歪了這樣 對啊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呃 人 可能會照著自己想法 呃去走 但是時代在變 一個時間的改變 會讓人 會變得 很不一樣 然後 還是要 想到 過去的一些 好的事情 正面的事情 對啊 我相信這音樂就是 從 過去到未來 永遠會是你這個 生活當中最重要的 元素之一 但是你也提到說 其實未來你也不 不排除 如果說另外 在這個 開一條線 從演戲這邊來發展 對 所以你以後也不排除 雖然舞打很辛苦 但是也不會排除 有這個 舞打的機會 不會 對我會還滿 熱 熱 呃 滿樂意去 演這些舞打戲 因為我覺得 一定會很有成就感 而且那些畫面啊 那些 感覺啊 還有一些肢體 的 那些表現 我覺得 如果真的拍出來的話 呃 也可以在我的朋友面前 很臭屁 之類的 對啊 那現在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所以我想這個 不是不可能 對不對 像這個 剛才講我們從很多歌手 到現在這個 譬如說周杰倫啊 或者是王力宏 王力宏 那在我們今天節目結束之前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要問問你跟家人的關係 你現在在事業這樣子 你跟家人的關係 有沒有變得比較好 會比較好 因為 有些人就是 有些人就是這樣 就是 我跟我姐姐也是一樣 就是她可能 開始唸大學了 那她住在學校 呃 住在學校附近 然後跟家人其實 分開很久 然後其實我跟我姐小時候 很愛吵架 然後一直到她唸大學的 那一段時間 其實她住在外面很久 久久才回來一次 我們才會那個 會更加聯繫 就好像現在我工作很忙 然後回到家的時候 會跟爸媽比較聊得來 而且聊很多 非常好 非常恭喜你 謝謝泰哥到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 各位觀眾朋友 非常感謝您今晚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們再會 拜拜 拜拜